还有三字大名 三字明 通常不叫大名 叫三字明咒 又是普贤王如来的心咒 翁阿弘 翁字刚才说了 本字清净的身语义 法界整体就是一个翁字 在这个翁字里面的清净身口义里面 入正什么大的时候 心造万法可以化成种种 那就是阿字 阿字是众生 始生的第一声音 你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啊一哭 好了来了 这个小草破土的时候 也有那个啊啊啊的声音 它叫渣渣渣的声音 不是渣渣渣 是啊啊啊的声音 因为要破土出来的那个破土音 本字它是啊啊啊的声音 所以是众生 始生都是啊 始生之后 你染污了 你成为一个人像 在父母的培养教育下 社会的培养引导下 你最后变成了个反复 变成个人了 这就很可惜 如果一个天真无邪的婴儿 不被你们染污 拿给佛去教 那就教成佛了 阿字本不生 因为它维护着它那个不生的 那个本体 没有被染 你们是有那个本体 在本体上 N多个蜘蛛网 八世 甚至更多世的蜘蛛网 把你网络天下 网络在里面了 变成你的阿赖耶识 于是你就很喜欢经验主义 很喜欢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过去是经历的东西 你怎么处理 对不起 那全是阿赖耶识 全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不可靠的 所以你要把经验全部砸碎 重新在空性里面 看应当怎么做 就按照那个应当怎么做 去如是做 你就是职责 什么都按套路 什么都按公施 什么都按软件去走 对不起 没有创新力 没有新生命 没有新生力 你不能成佛 因为你过去世就没成过佛 你必须打破你的阿赖耶识的执着 打破你的经验 还到自己的身空 心空 在空性里面建立正见 升起出离心 菩提心 是五项菩提心的圆满 你才有希望 所以这是阿资本意 是可以生万法 但是不要让自己迷万法 执着万法 所以这是阿资本意 哄字也要粉碎 生与不生 都回归本体 粉碎虚空 还归本体的空和明的 清清静静 所以是 翁阿哄 是普玄王如来 是法界本体的三字印 送这个要产生这样的觉察力 阿资让他使劲生 使劲生 生完了以后众生受用了 哄掉他 众生也不见 所供养物也不见 所施法 这个法无我 人无我 不见众生相 人献我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若见诸相非相 世间如来 在空性里面 安住大光明中 无休无整大圆满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